8月19日 三哥苗乔伟担任某访问节目嘉宾 近年来三哥变成TVB的固定男二 这让他略有为辞 日前更是磁演TVB新剧 频繁与香港电视老板王维基接触 简陆离朝预兆 不过毕竟是老东家 三哥自然也是面给足 否认不合 其实我 我都是自由的 不过跟TVB的合作关系很好 所以应该我是跟他每年 应该会拍一部戏 目前来说是因为跟无限的合约还没有完 所以暂时来说都是应该回去TVB先拍吧 日前泰国白龙王去世 不少艺人都第一时间发文调研 曾受白龙王指点的苗乔伟 表示近日会飞去泰国祭拜白龙王 白龙王我认识他已经 我们结缘在20多30年前 我跟太太结婚 生我的小孩 都是有请教过白龙王的意思 我们感情是蛮好的 当然老人家现在已经先游了 肯定是有点难过 我会这几天是会出时间过去 扣过头 装住相给他 东兴娱乐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